作为冯拱的第一任搭档 刘伟二人互相成长携手同行 见证了对方从岌岌无名到登上春晚的舞台 其实刘伟的相声天赋远超冯拱 他被视为相声界最好的接班人 然而在刘伟相声事业越来越红火之时 却突然消失在大众事业中 难道是和冯拱产生了嫌隙 二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刘伟于1959年出生在天津 天津人好像生来就对相声有着极高的天赋 那有趣的口音独特的方言词汇 随便说些什么就能多的人蓬富大笑 所以即便是出身于工人家庭和艺术毫无关系的刘伟 也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充分接受相声艺术的寻讨 于是年幼的他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刘伟本就性格外向 了解相声后便经常学着表演者的样子 在家里给父母说相声 刘伟的父母对此也十分捧场 经常充当刘伟的观众陪着他玩 没想到这么一来二去还真玩出了名趟 刘伟上中学时他居然靠着自学成为了一名半专业的相声表演者 后来刘伟凭借自己熟练的相声功底和毫不怯场的台风 成功吸引到另一位相声爱好者冯拱 而正是因为和冯拱的互相成就 才使得两个人能攀上事业的巅峰 自从和冯拱相遇后 两人便很快组成了组合 那是刘伟的相声水平比冯拱要高 所以刘伟教了冯拱很多知识 二人从上学到工作 一直都在一起表演 甚至在天津都有了名气 后来冯拱和刘伟的相声传出了天津 被相声大师马基得知 马基先生特意为二人跑来天津 在台下看了一场演出 看完演出的他 对这两个年轻人青睐有加 后来得知二人无师无门 全凭自学后 二话不说便要说二人当徒弟 其实马基先生一开始更看好的是刘伟 而并不是如今名声大噪的冯拱 马基先生说 当时的二人虽在专业能力上分不出强弱 但在个人风格上 冯拱还是略显青涩 而此时的刘伟已经有了很强的个人特色 因此刘伟也凭借这一场演出 就被马基先生称为奇才 其能力绝不容小觑 但不管怎么样 二人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并在马基先生的教导和帮助下 一步步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二人事业的高峰 应该是由1989年的春晚开启 1989年虎年春晚 刘伟和冯拱凭借一部硬实应景的虎年说虎 出现在春晚的舞台 该作品语言幽默 包袱紧密 剧情流畅 反转多样 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而二人的年轻 特别的台风 也为角色增色不少 而春晚又是个真正的全民舞台 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不多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守着电视机看春晚 所以刘伟和冯拱 也算是凭借优异的表现 被全国人民认识了 自此之后 二人大火 事业迎来高峰 日本等地表演相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也许是觉得自己的事业已经大获成功 没什么在攀登的了 也许是因为在出国演出的过程中 看到了国外的好 回来之后的刘伟 便像心里长草一样无心工作 他的另一个想法在慢慢生根发芽 那就是出国移民 刘伟心里也知道自己的离开 对搭档冯拱来说是不公平的 可那时的他就像被下骨一样 非得出国不可 于是他硬着头皮告诉了冯拱自己的想法 冯拱得知此事后 第一反应并不生气 只是替他可惜 当初冯拱并不被观众认可 所以也没什么演出机会 还是刘伟每次和主办方要求 带上冯拱一起演出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好了 两个人就要大有作为 师傅马记更是把刘伟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而他却选择在这个时候 放弃中国的大好前途 带着家人移民国外 这让冯拱很不理解 同样不理解的还有师傅马记 但面对两人劝告 刘伟并没有听进去 此时的他已经对国外的生活充满了向往 于是毅然决然的走了 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远 几个月后 他便感到国外生活并不美好 陌生的语言环境更是让他处处受阻 而以说相声为生的他 在国外也没了市场 最终在坚持了八个月后 他还是带着妻儿回到了祖国 回到祖国的他 第一想法便是找到冯拱 重操旧业 可在他离开的这几个月里 冯拱为了继续演出 早已找到了新搭档 牛群 而且二人配合的十分默契 刘伟对此也表示理解 他只好自己另寻新路 可是合适的搭档并不好找 他没有逢拱那么幸运 最后还是师父马迹帮了他忙 刘伟从16岁起 便管马迹叫师父 在马迹心里 刘伟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看到刘伟有需要 马迹立刻把自己春晚告别作品搭档的任务 交给了刘伟 但遗憾的是 即使师父如此用心帮忙 可是在这更迭换代迅速的演艺圈 都已没有刘伟的位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刘伟的事业都没什么起色 跟雪上加霜的事 马迹先生也在那不久离世了 事业低迷 与师父离世的双重打击 让刘伟爱上了戒酒消愁 而在那段戒阴暗日子里 刘伟又有了新麻烦 在某次买醉后 明知道酒驾违法的刘伟 却依然选择自驾回家 而迷迷糊糊之中 他也不出意外地 与对面驶来的一辆车相撞 那次车祸并不严重 但心情很差的刘伟态度 却十分不耐烦 事故发生后 对面车主见刘伟迟迟迟不下车 便走到车旁敲了敲车窗 示意他下车解决问题 可是刘伟却没好气地说 敲什么敲 烦不烦啊 对面车主见他这种态度 二话不说就交了警察 警察来到后 刘伟醉醺醺醺的下了车 警察见状直接逃出 查酒驾的机器 勒令刘伟配合检查 最终酒驾肇事的刘伟 被处以15日拘留 可笑的是 这次报道 又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 这无疑是失败的 那件事也给了刘伟重新登上舞台 又带来了一层阻碍 可之后的刘伟 却好像是突然开窍了一般 不再颓废下去 他开始转战电视剧行列 2016年的一部爆款 现实题材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 让大家再次看到了他的身影 相声演员出身的他 却把反派角色拿捏的恰到好处 后来他便接连在隐秘 而伟大孟华路 斗罗大路等多部影视剧中 展开精彩的表演 现在的他依旧没有放弃 自己热爱的相声 我们偶尔在节日晚会中 看到他的身影 前段时间 他参加了一部相声综艺 而台下的评委 却是昔日的搭档风鼓 观众看到这一幕不免唏嘘 就在大家纷纷想看他尴尬 看他热闹时 刘伟的一番话 却让众人对他刮目相看 他说 自己并不觉得昔日搭档 当评委有什么难堪 相反他作为一名老相声演员 如果能在和新人搭档的过程中 帮到他们 为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也是他的幸福 漫漫人生 难免会有选择错误的时候 也许这些错误 会使我们无法再恢复昔日的荣耀 但不能放弃 因为放弃为我们带来的 只有遗憾和错误 而坚持才能将我们 带去另一片辉煌